大家好,我們又見面啦 大家今天過得還好嗎? 今天的大眾占卜題目是 若我賭上一顆真心 能換來對方的真愛嗎? 檯面上總共有三個選項 有左至右 一、二、三 選好了嗎? 我們開始囉 首先,我們來看到選到最左邊 第一組排毒的朋友 在驗證排的地方 你目前對於這段關係 覺得心累的地方是什麼? 好,這段話從檯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說有唯一的一張正位牌 我們抽到的是 全葬九的正位 似乎在這段關係之中 其實你已經堅持了非常的久 那可能也有遇到很多的狀況 譬如說像是 可能對方就對你很冷漠 或者說對方並沒有 把你視為很重要 或者說呢 你會很常沒有辦法找得到對方 又或者是其實在關係之中 你總是一直不斷的在付出 無論說是金錢 或者是主動的邀約對方 又或者說想要去照顧到這段關係 就是其實你在為了這段關係的話 你一直來都付出了非常的多 也一直很希望說 如果說你一直都付出的話 是不是對方就是能夠回心轉意 或者說對方呢 他是能夠停留下他的腳步 好好的回來看看你們 或者是說 是能夠看到你們的付出 然後被你們的認真給打動 所以似乎在這段關係之中的話 就是因為呢 你一直來都付出了非常的多 你付出了你所有的一切 那你其實一直都很努力的 坚守著 或者是說坚持著在這段關係裡面 你只很期待呢 總有一天或說早日 是可以得到對方的青睞 或者說呢 是可以得到對方的回饋 或者說是能夠得到對方呢 所對於你的愛的部分 那這篇話也可以看到說 抽到其他兩張的另一牌 所以可以等同於是 在你們這段關係裡面的話 事實上你雖然一直都堅持著 但是呢 你卻都沒有辦法看得到未來 甚至呢 你也確實呢 一直都沒有辦法得到對方的回報 或者是說得到對方 對於你的愛的一些的關注 那確實在關係之中的話 你已經精疲力竭了 已經精疲力盡了 就是你已經真的不知道說 接下來你還能做什麼 那其實對於你來說的話 你心中的 其實你還蠻想要放棄 但是你會覺得你是沒辦法完全放掉這種關係 為什麼會沒有辦法放掉 是因為你會捨不得自己一直來付出了這麼多 那當然其實在這個一直不斷的付出的過程中 其實你有時候會覺得失去你自己 但是你更多呢 是找到你自己在對於說這個生活 你感到有一種很充實的感覺 雖然心中有時候會覺得很空虛 但是因為你可以為了一個人而活 或說你可以因為這個人的存在 或說可以得到這個人的取 開心 或說他對於你的注視注目 那就會想要為了可以得到這一切 就是更加的努力 或說更一直不斷的去付出 其實你會覺得 因為有這樣的付出 你的生活之中 雖然有時候會覺得心裡很空虛 但是你的時間 你的這個部分的話 確實會覺得很富足 或是說會覺得是被填滿了 但是你現在已經對於說這段關係未來發展 或說你還能付出什麼的話 其實你已經有點無計可施 或者說其實你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所以現在你的話 是已經有點到走投無路 甚至已經是精疲力竭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做的這樣的情況 好這片話就是以上呢 選到這組牌組的朋友你們驗證牌部分 那比如說符合 或說讓你們覺得有所共鳴的話 我們繼續往下看 接下來我們往下看 那在這段關係裡面 你們會碰到的三個最大的難以度過的難題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說抽到的是 保健試者的逆位 那失誤其在這段關係之中的話 你們可能會碰到的難題 你們會認為其實很難以去了解到對方 甚至會比較沒有辦法去touch 或者是說接觸到對方 他在內心深處真正的想法 或者是說他真正的感受 其實你對於說這段關係 你會有很多的疑惑 或者是你會比較沒有辦法去 真的去了解到他這個人 其實有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人好像 有一種神秘的面上 那其實也是因為他本來就是有點 跟你想要保持一點距離 所以當然你就很難的 可以去靠近這個人 那其實關係之中的話 你也同時很難可以知道對方 他的第一手的消息 甚至也很難可以 就是說很難可以知道 除了他的心情之外 那他生活周到任何事情 或許是因為你們可能很少 可以得到對方的回覆 所以當然就比較沒有辦法得知 對方他現在目前的生活的狀況 或者是說他在對於說很多事情的一些的想法 或者說他的人生觀 金錢觀 世界觀 就是說他的人生的三觀的話 你同時也很難可以知道 那當然也是因為關係之中的話 你們很難可以去更深入了解對方 或說可以更深入的和對方溝通 或說和對方去聊天 那當然看到旁邊有抽到的是 保健騎士的正位 所以因為說其實在跟關係之中的話 每一次就算可以見到對方 但都只有一下子 或是一會兒 或者是很難可以跟對方有機會聊得太深 或者說很難可以接觸得到對方 生活周到的事情 所以不曉得說選到這組的你們 是不是有的人是屬於交友軟體上所認識的 或說是曾經 就是曾經可能已經有在一起 但是後來又分手的人也會有容易抽到這一組 那還有就是這一組有可能會是工作上 但是你們是屬於不同部門的人也會容易碰到 或說選到這一組 那少部分的話會有可能你們是屬於一見鍾情 或說在路上和對方見面 然後或是說在路上 因為有一個巧遇那個機緣 然後讓你們兩個有機會講到話 然後就變成好朋友 有少部分人會是這樣子 所以師傅可以知道說 這樣關係裡面的話 你們會常常感覺到很無助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跟對方好好講話 或說沒有辦法好好的跟對方溝通聊天 這部分對人來說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那這場抽到的是命運之輪的逆位 所以意味著說你們三大難題的最後 有其中一個呢 那就表示關係之中的話會很難可以進展 甚至會進展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緩慢 但再慢也沒有比錢幣其實還要慢 只是因為這個關係之中的話 除了很難可以有快速的進展 或者說會發展很慢之外呢 那其實關係之中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對方 這個就除了很難之外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你們到底能不能去放棄這種關係 其實你們一直心中都存 依然是存有著那種最後一絲的希望 但是好像對方又一直沒有給你們機會 所以你們對於說這種關係 就是會有很多的困惑 或者是說真的很難可以去掌握 或者說不知道說自己到底應不應該要放下 或者說去放棄 所以你們一直都在放棄跟繼續堅持下去 在兩個地方一直在做游移 或者說其實很猶豫著 那接下來一句往下看就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賭上一顆真心的話 是能夠換到他的真愛嗎 好這話其實從牌面上可以知道說 或許其實這個人他在對說你們這段關係 他本來就是已經有他自己的想法 甚至其實他或許在很早之前 或說更早前一陣子 究竟有跟你講他對說這段關係的想法是什麼 或者是說他對說這段關係外的發展 他希望的總向是什麼 那有一部分人會似乎呢 對方好像把你們當成是一個過客 或者是說把你們當成是 就是可能可以取一時溫暖的人 但如果說真的給予你們承諾的話 其實對他來看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他反而會想要跟你們繼續盤旋 或者是說周旋在關係之中 會想要繼續的蛊惑你的真心 或說就看你可以為他付出到多少 就這人可能會有點完事不公的心態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很有可能這段關係的話 對方本來就已經想要跟你表示 或是表態他的心意 所以如果說算你再怎麼去賭上一個真心 其實選到這組的你們 本來就很難可以換到對方的真愛 甚至呢 雖然你們真的換到對方對於你們的信任 或者是說喜歡上你們 跟你們在一起 但最後面還是一樣 你們會對方給利用 或者是說會被對方給傷害 甚至有少一部分的人 少少部分喔 那就表示對方可能現在身邊本來就有對象 或者是說可能就已經結婚了 或是訂婚了 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對方就一定不會去選擇 你會選擇跟他最長久的人 那同牌面上可以知道說 其實對方心中 或說他身邊的人 應該是已經有一個他本來就很在意 或說比較沒有辦法放下 或說他本來也是必須要守護的對象 那因此在關心裡面的話 無論你再怎麼付出都無法得到對方的真愛 那其實這段關係的話呢 如果說繼續堅持下去的話 看起來似乎會繼續被對方給傷害 然後會被傷害到體無完膚 會讓你們覺得其實真的還蠻痛苦的 那麼這段關係之中的話 如果說真的走到了 對方完全不想讓你們付出 或者說他再也不接受你們的好意的話 那基本上這段關係基本上呢 就是真的會結束了 或者說就很難可以有繼續發展 因為那時候就是你們真的結束的那一天 好那這樣的話呢 是以上選到這組牌組的訊息 希望對你們會有所幫助 如果說對你們有幫助 或是讓你有所共鳴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留言 如果說有需要預約跟付費沾河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聯繫方式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接下來我們看到說 選到中間第二組牌組的朋友 在驗證牌的地方 你目前呢 對於說這段關係 你覺得心累的地方是什麼 好這句話從牌面上 我們抽到唯一的一張逆位牌 就是我們的太陽牌的逆位 似乎呢 選到這組牌組朋友的你們 那其中關係之中 你們會覺得跟對方好像總是 就是說差最後一步 或者是說差臨門一角 就是如果說 就是等對方開口了 願意了 那你們就可以在一起 或者是說每次當你們關係要更進一步 或者是說要 終於可以在一起的時候 就彷彿好像 都一直會有外來的事情去阻礙著你們 或者說可能對方工作的狀況不好啊 或者說可能家裡又出了什麼情況 又或者是 他的生活周遭又有朋友被劈腿 或者說 有別人回來找他 那可能就是對於說 你們這種關係 就開始會有很多 沒有辦法去接受 或者是說想要再緩緩 先來觀察看看 那有部分就是 有可能在這段關係之中的話 你們可能也曖昧了非常的久 那對方的話 也都一直在關注著你 應該說在觀望 他還在猶豫 還在沒有辦法下決定 那每次你們關係 可能可以更進一步發展 或者說有一個 還不錯的氛圍的時候 很容易就可能會有一些的吵架 或者說爭執 或者說又有冷戰的情況 就會導致於說這段關係 馬上又好像停在那裡了 那就一直都沒辦法往前 那同時也可以知道說 關心裡面的話 其實身邊很多人 或許都一直會認為 其實你們應該會在一起 或說你們本來就是已經在一起了 就是身邊人會一直去轟你 就是說 不是轟啦 應該是會一直去說 你們之間是很適合啊 很匹配啊 或者說就是應該要在一起啊 你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對 等等之類的話 就是大家都會把話講得很漂亮 然後都一直把他們列為呢 是一個還不錯 或者是說 一定可以在一起的那種 幸福的鴛鴦 可以幸福在一起的人 但是殊不知呢 其實這樣的關係中 都是因為你一直不斷的在付出 雖然對方他也是有 接受你們的好意 然後給予你們一些還不錯的回饋 但是呢 對方就好像有時候 你會覺得是被利用的 就是對方好像都把你當成搖錢樹啊 或者說在享受你對他的愛 或者是一直不斷接受你的任何好意 但是其實你一直來都最想要的 只是對方願意去承諾這段關係 其實你已經覺得 A串關係兩人之間 這樣子你付出 或者說你本來能力就比較好 願意為這段關係多做什麼 多付出錢 或說多付出時間 或者是主動呢 去他的城市 去他的地方找他 再怎麼遠都覺得很OK 但對方好像都一直 都願意接受這些好意 可是呢 他就 他越又 不想要接受你的告白 或者說想要去承認這段關係 所以其實對於你來說 你已經對於說中間關係 開始有很多讓你覺得困惑的地方 或者說你開始有去 猶豫說自己之後要付出這麼多嘛 所以因此在目前的你來看的話 其實你開始有點想辦法去拿捏 付出的那種程度 因為就是怕自己呢 會被對方給有所利用 好這句話呢 就所謂在驗證拍 如果說有符合到訊息的話 那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接下來我們來去往下看 那就是在這段關係裡面的話 你們會碰到呢 三個最大的 難以度過的難關 那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這邊有抽到的是 聖杯三的正位 好聖杯三正位的話 似乎就是在這段關係裡面 嗯 你們總是呢 可能很難以跨越 就是對方一直來這樣子 去利用你們 你們會感覺是被利用 但有沒有被利用 楊楊是不太 不太確定 那反正你們心中 會很難以去跨越這種 沒有辦法被對方給重視的 這樣的一個 目前的狀況 那其實你們心中還蠻難過的 甚至如果說這段關係 過去的話 曾經有吵架 或者說可能有一些不愉快 其實你們都只耿耿於懷 很難以去放下 曾經所遭遇的這一切 那有一部分的話 就有可能在過往的關係裡面 就其他的人 嗯 可能是被對方給傷害啊 被對方給利用 或者說可能對方是利用你 對他的好 然後就是去傷害你 或者是浪狀的關係後面是寥寥無幾 沒有任何的結果 那你們其實會很擔心說 這一次再碰到這個人的話 你們是還會再遭遇到相同的事情 所以因此呢 也可以知道說 關心裡面的話 對於你們而言 其實會很難去跨越自己心中那種 難以去相信愛情 你們並不是不相信對方 你們更加是不相信愛情 那當然其實楊楊也要知道一句話 當你會相信愛情的時候 就是因為對方足以能夠被你的信任 這時候你才會願意去相信所謂的愛情 那但其實關係之中的話 就有可能是你們真的不僅不信任愛情 你們也會沒辦法完全的信任對方 會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再就是在命運之輪的逆位 就可以知道說 關心裡面的話 嗯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組的人也會選 你們同時也選到這一組 因為居然都出現同樣的牌 好 那這表示說關心裡面 你們會認為如果說關係發展太慢 那你們會就是說 跟對方是不是真的就會沒有機會 那你其實開始會萌生出一些 想要放棄的念頭 但是因為有時候對方給予你的回應 是真的還不錯 所以你會沒有辦法完全去放下 然後同時其實你的直覺告訴你說 欸可能就是這一個人 但是你又看不到關係的改善 或是說關係的進展 所以其實反而你自己會非常困惑 甚至你會非常質疑你自己 所以似乎在一個三大難以度過的難關的 其中有一個呢 就是 呃 關係之中會很難以進展 那其實室友在進展是真的非常慢 然後會一直不斷去勾起 你曾經在感情之中所受到的傷害 所受到一個不好的對待 那當然也不一定只是指對方 有可能是別人曾經 有不好的對待你 然後再有抽到的是保健騎士的正位 好就因為說其中的關係的話 你們最近呢可能很難以碰到面 或說當你們關係越來越好的時候 可能對方就會突然有一些狀況 或是說 呃 你們本來要一起約出去見面 出去玩 吃東西 住在一起 就兩天一夜那一種 那可能對方突然什麼樣的情形 那又沒有辦法去實現的 或是你們之間的這個團體的活動 就是會被拆開來 那就是會跟對方相處的機會的時候 真的會比較少 然後有時候跟對方聊天的時候 很難呢 呃 可以去知道說對方他 對於說很多事情真正的想法 其實有時候聊天真的會是 比較像是聊表面上的事情 就是想要知道對方更多的背景 或說更多的心思 其實這個是很困難的 反正對方 嗯 就是他可能真的想跟你們聊聊天吧 但是 或許呢 他對你們本來就是會有一些的 就是防備心 所以反而會讓你們就有點難以去靠近 好 那繼續往下看就說 如果說你賭上一顆真心的話 是能夠換來他的真愛嗎 好 那這的話呢 我們收到唯一的一張正位牌 就是 呃 保健 八的正位 然後看似乎其實對方他都感受到你的 對他的付出 你對他的好 不過呢 很有可能是因為 關係之中 有些是他沒有辦法跨越的傷痛 或說可能沒有辦法跨越事情 例如說可能對方是已經有對象了 那 對方還在猶豫說是要跟原本的人分開 分手然後來跟你在一起 或者是說 對方他本身呢是屬於 呃 同性戀好了 他可能是屬於同性戀 但是你是異性戀 那對方考慮說 我是不是真的要跟異性在一起 那當然有時候可能狀況也是相反 就是說可能他曾經有被異性給傷害 所以才喜歡上同性的 那如果說是身份相反的話 就有可能說 對方是屬於異性戀 那你是屬於同性 那對方可能就會覺得說 可能要跨越世俗的眼光 他就很猶豫說 是不是要選擇跟同性在一起 的這樣的猶豫感 那其實關係之中的話 他真的有考慮過 或是要跟你在一起 還是要去答應你們的這段關係 但是因為他曾經有受到一些傷害 或說有受到一些 世俗上的一個影響 又或者是說 關係之中的話 他本來就很難以去投入到愛情裡面 所以要看個案的方式去做解釋 那基本上蠻多 大部分的大方向 都是在剛剛揚揚所提到的這些的內容 所以表示說 對方他真的很猶豫說 是不是這樣跟你們在一起 那其實以排面上 揚揚揚已經有一半的幾率了 就在50% 因為對方他本來是已經有決定 但後面他又決定突然要放棄 或說突然想要再看看 再想想 再說是不是要跟你們在一起之類的 那其實對方本來有很多次 他都想要很主動去找你們 或說很主動的去經營發展這段關係 但就是因為他突然又想到什麼 或說被什麼樣的關係觀念給影響 所以讓他後來又沒有辦法下決定 或說又決定先讓這段關係保持一點距離 所以因此呢 對方他現在正在準備跨越他的心魔 或說心中那個很難以跨過的坎 所以如果說他能夠跨越 其實你們兩個之間就會馬上在一起 那接下來的話對方對我們付出 應該是會繼續接受你們的好 只要你們不要進展的太快 或者說不要太有企圖心 目的性的去想要就是控制對方 或說逼對方給予承諾的話 其實這段關係就會一直維持的還不錯 至少對方他會決定很多事情之前 或說要不要跟別人在一起之前 都會先考量到你的心情 會先去做這方面的猶豫 好這句話呢就是以上呢 選到這組牌組的訊息 希望對你們會有所幫助 如果說對你們有幫助 或是讓你們有所共鳴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可以小鈴鐺 如果說需要預約個人付費占卜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聯繫方式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來看到選到最右邊 第三組牌組的朋友 在驗證牌的地方 你目前呢 對說這段關係 其實覺得心很累的地方是什麼 那選到這組牌組的朋友你們 我們這邊抽到了唯一的一張逆位牌 是皇帝牌的逆位 好 似乎在關係之中的話 你的信心一直被打擊 或者是說一直被對方給傷害 其實對方他當然也並不是說 做了多麼可惡的事情 或者是說最大惡極的事情 而是呢 對方一直不斷去拒絕你 或者是說每當關係是有個進展機會的時候 對方就是除了後退一步之外 或者說他就站在原地 沒有讓這段關係前進之外呢 那這次我會一直跟你說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或說我就是喜歡某某某 或說你就是沒有我身上所要的一些的特質 就是說對方可能他總是會用你最在意的部分 一直不斷的去拒絕你 那其實你會感覺到說 對方他到底是不是真心說出來這件事情 其實你會非常的猶疑 或者說其實你會非常的納悶 就是說其實對方一直來跟你的舉動 或者是說那種實際上相處的方式 你會覺得其實關係之間 至少相處的好像還不錯 或者說其實關係裡面 可能還有機會可以發展的 但是呢 對方他在反而講話 或者說一些行為的話 有時候你會覺得好像對方又 想要跟你保持點距離 或者是說又再拒絕這段關係 所以對於你來說 你會覺得很困惑 那其實更多也是來自於說 你他一直不斷的去傷害你 不斷的去拒絕你 那你自己再對說這段關係 就會開始越來越去質疑你自己說 我這樣子的付出 或說我這樣待在他身邊 真的是對的嗎 還是我應該要放棄呢 所以看似乎你自己本身會 就是開始說 是不是決定要去放棄掉這段關係 你開始會一直不斷去 就萌生出這些想法 所以這要說我們這邊有抽到的是 權杖石的正位 所以因此呢 關係裡面的話 你會覺得有時候跟對方相處在一起 壓力還蠻大的 可能對方他本身毛很多 或者說很龜毛 所以你就會比較沒有辦法去 依照對方他所想要的方式跟他相處 那如果說你依照他所期待 或說所希望的方式相處 你自己會覺得很不開心 或說你就會一直覺得 欸算關係 是不是真的會沒有機會 或者是對方所給你的回應跟回饋的話 又會讓你覺得關係又好像沒有進展 反而都是遠地踏步 所以因此呢關係之中的話 你一直來都覺得很難過 或說你一直很難以去相信 或說去信任這段關係 是真的有可能 那當然其他關係之中 你雖然就算真的真的很想放棄 可是每當你真的要放棄的時候 對方又好像有做出想挽留你的行為 或說又開始跟你講出一些甜言蜜語 或是都一直把你視為跟你相處的時候 又會跟你很甜蜜 這樣的情況 就是會一直去照顧到你的心情 那如果說你一直進展進攻的時候 對方又開始後退 然後又一直說你哪裡不好 或說又跟你講說 我們這段關係是不適合的 等等之類的話 所以你會覺得 欸這個人他的所作所為 一直來所作的一切 都是有一點矛盾的 這樣的情況 好那這段話如果說 心肺部分讓你覺得有所符合 或說有所共鳴的話 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接下來我們去往下看就說 那麼選到這一組的你們 這段關係會碰到的三個最大的難題 難以渡過的難關 好那這話呢 我們從牌面上數可以知道說 這是三個一樣是有點不確定啦 那你大概可以用手指頭數一下 因為其實從牌面上最主要的訊息 可以知道說 這段關係在之後 確實會有一個還蠻大的改善 會有還蠻大的不一樣 甚至可能有一部分是有機會呢 可以得到對方的真心 或者說可以得到對方呢 對於說這段關係 他也想要試著做出努力 那可能他做出努力 或說他的回饋方式 並不是能夠讓你察覺到 他是很在乎你 或說他是很重視你的 那反而當對方有願意回饋給你 或說給予你更多的反應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你反而會很難你去相信說 對方是真的很在乎我 還是說對方只是把我當成備胎 還是對方呢 他只是都把我當成好朋友 所以因此呢 關係之中的話 你反而會很難你去相信 對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你 還是說只是把你當成好朋友 那會在你們真的下決定的時候 那對方呢 他反而可能就會 應該說你們反而開始會想去放棄 那你們兩個人之間就會有 有可能會擦肩而過 或者是說你會不自覺 應該說你會決定要去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對方事實上他就想來追求你 那對方當知道你可能要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又會說回去 又覺得說那就算了 可能是我製作多情這樣的情況 所以因此呢 關係之中的話會很容易 你會受到過往對方所對待你的方式 或說對方曾經所傷害你的 讓你會沒辦法去完全相信說 這段關係是有機會在一起 或說這段關係是有可以發展的機會 因此呢 你自己在這段關係裡面的話 你會因為信心不足或說沒有辦法去相信對方 那就會開始想去放棄掉這段關係裡面 那其實對方一直在所對於你的傷害 或者是說對於你 一直在拒絕你的這件事 其實你心中會難以去忘記 或者是說你就會因為一直都耿耿於懷 那就更加的難去相信對方 是不是很在乎你這件事情 因為似乎看起來對方他應該在表現上面 就是說對於愛的表現 或者是說喜歡上對方 想要去跟對方在一起這件事情 他本身是屬於內斂的 或是說他也不太會去表現 但是如果說當對方他覺得 他是有機會可以表現的話 他就會很樂意的去表現出說 他有多在乎你這件事情 那只是表現的時候 他確實會表現出有多在乎你 但是等到沒有實際上見面 或者說等到變得很平淡的生活的時候 反而會認為對方是真的沒有喜歡我了 最近開始會去質疑對方 他之前所付出的事情是不是很真心的 還在說只是把你當成好朋友 因為似乎對方他也不會明講 反而會一直讓你們去猜 那也並不是因為對方他是故意要讓你們猜 而是因為他自己本身在對於說這段關係 就有很多信心不足 或說他會覺得自己是沒辦法匹配的上你 反而會認為說只要能夠待在你身邊 或說你能夠都待在他身邊 無論是什麼樣的關係 他都願意接受 但如果說在特別針對於說愛情的部分的話 他反而就會很難以去完全的相信你們 所以因此你們就很難的可以去發覺到 或說去確認到對方這時候 此時此刻已經喜歡上你們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只是假假設啦 並不代表說玄貓這族的你們 對方已經愛上你們了 不一定喔 要看你們的狀況為主 那你們可能還是要做個人的占卜 去做這方面的確認會比較好 好那下一句往下看就說 如果說你真的賭上一顆真心的話 是能夠換到對方的真愛嗎 好那這話從關係中可以去看到說 如果說你們真的賭上了一顆真心 可是你們必須要完全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而且跟對方之間的相處跟發展 勢必是一定會花還蠻久的時間 就是說你們這種關係比較多 像是因為透過時間上長期的相處跟陪伴 然後你們也一直不斷去付出你們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 能力所及喔 並不是要你們付出所有 是能力所及 最主要是你們因為有長期的陪伴 然後也讓對方看到 你真的付出你能力所及的 能力所及的那種的狀況的話 那對方開始會漸漸的對你產生更多的信任 或者是說願意給予說出來的關係更多的機會 那其關係裡面的話可以知道 你們其實本來就已經差比你們一角了 因為其實對方本來就一直很猶豫 那其實目前他本來就沒有考慮其他的對象 因為你現在就是他唯一所考慮的人選 那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因為呢 對方他的生活本來就是沒有那麼的好 或是本來生活就有一些的狀況 所以因此呢都一直因為是你陪在他身邊 所以他反而對於你有更多的信任 所以也願意把更多的機會跟你享有在一起 那當然其實關係之中的話 對方他也都會完全的不說出他真正的想法 他反而會只不斷的看看你怎麼去付出 其實這有點像是說辦試探的心態 因為他其實本來就很想試探你 但是他又覺得這不是我的風格 或者是說我覺得試探你這是我有問題 就是好像我是在利用你 但事實上他這樣子故意讓你去付出更多 反而就是有點偏向試探你的這樣的一個異味了 或是說這樣的一個作風吧 所以因此呢對方確實是在利用你 然後看看說你能付出多少 不過對方現在已經在考慮了啦 所以因此呢你們這段關係真的是還蠻需要很多的時間 那去確認說是有可能可以跟對方在一起 那如果說我們這段關係真的後面沒有結果的話 他會先把你這邊完全的切乾淨 完全的跟你一刀兩斷 完全的沒有任何的留戀之後他才會跟別人在一起 所以呢 因此選要在主的你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說對方有一天真的跟你切乾淨了 那你們就真的不用再把希望放在這個人身上 因為確實對方就沒有想要再跟你們有進一步發展的想法 那如果說現在還沒有完全切乾淨 還是那種搖擺不定的話 就表示你們是還蠻有機會的 那如果說對方現在都一直沒有跟你講出一些很難聽的話 或說沒有去傷害你們 只是他表現出比較被動的話 那其實跟你們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還是會表現出很曖昧 或說願意讓你們多展現 追求他的方式他都沒有拒絕你的話 那表示關係是還蠻有機會的 所以大概也可以分這三個部分讓你們去做參考 好這件的話就是以上選到在主牌組的訊息 希望對你們會有所幫助 如果說對你們有幫助 或說讓你們有所共鳴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說需要預約個人付費賬戶的朋友 在影片左上方 有洋洋的聯繫方式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